又有保育类的海水鱼遭到了杀害 从印尼进口的货柜里头 被高雄警方发现 有长相特殊的鹰鸽鱼 而送检之后才发现到 竟然是被联合国列为兵维物种 全台只剩不到30只的龙头鹰鸽鱼 这跟之前遭到猎杀的龙王雕 是属于同等级的保育类海水鱼 园警仔细搜索 从冷冻货柜里拿出一尾一尾造型特殊的鹰鸽鱼 这种鱼长相特殊 园警直觉可能是保育类鱼种 送检后确认是全台湾只剩下不到30只的保育类海水鱼 龙头鹰鸽鱼 因为那个鱼它的鹰鸽鱼 它的头有一点龙起来 所以它叫龙头鹰鸽鱼 所以我们之前的园警看到它 觉得那个跟普通的鹰鸽鱼不一样 这些保育鱼由高雄一间进口贸易商申报进口 被夹带在其他鱼种内企图闯关 警方发现23只保育鱼总共高达80公斤 跟之前在绿岛被猎杀的苏梅鱼 属于同等级的保育类生物 也被联合国列为兵维物种 疑似在印尼外海遭到猎杀后 运到台湾企图卖给喜欢吃这款鱼的大陆游客 可以过关的话 它就是会把那个这些海产移到那个东港 或是那个肯定那些陆客长期的地方去贩卖 贸易商人在印尼第一时间声称 不知道龙头鹰鸽鱼是保育类 只是听闻陆客喜欢这款鱼 才进口少许数量来试水温 警方打算在负责人回国后约谈对方 确认违法进口保育鱼 负责人也得面临最高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者150万以下的罚金 记者王尔廷许正俊高雄报道